其实纵观邓维的出道历程 到大爆的长相思 这也才是他的第四部戏 而且相比其他摸爬滚打上来的演员来说 邓维的开始就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虽然长相思里是男二 但却是女主官配 我想这个男主是男主 男二是官配的设定 对邓维来说 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毕竟这种角色设定真的很不常见 然后 自长相思开播前 到超前点印结束 邓维微博涨粉257.9万 居长相思所有主演首位 邓维大爆后 本司们就开始催商务 主动帮他拉活 让品牌爸爸都看看邓维 从这时候就已经能看出邓维的商业价值了 然后有了第一个奢侈品牌的商务 华伦天奴 七夕那天邓维带了华伦天奴的帽子 拍了一组照片 然后华伦天奴官博16点官宣 半个小时这款帽子全部卖光 这个帽子可要4300块啊 再然后就是杂志 金九银食啊 费加罗杂志9月封度10月 其实一开始是封度先官宣邓维 有网友爆料当天拍当天预热 然后9号又再次提前预告 一看就看得很紧 但是费加罗更会争 直接锁定邓维首刊 并且给足排面 首刊金九三封面 内于头一位 邓维的商业价值 也丝毫没让费加罗失望 让费加罗成功机身杂志销售总榜前10位 2023截止目前最高销量 这个数据有多牛逼呢 费加罗在邓维之前前20都没进 最高的是功俊 而且邓维前面的6位分别是战前三的王一博 第四名肖战 五六名王一博 都是这个咖位的 邓维可还没上过一番啊 更重要的是 邓维还是2020年至今 唯一一个实体杂志销量冲进前十的艺人 2023年9月13日 修丽可官宣邓维品牌大使 这是邓维目前来说 第一个拿得出手的正是品牌身份 虽然品牌大使相比代言人要低一个层级 但是邓维的钻石们也给足了面子 让修丽可真正体验了一次 什么叫银麻了 从修丽可早上官宣 到晚上7点 各渠道统计销售额已超过4500万 之后还有双11 还有双12 如果邓维在此期间 在上次修丽可的直播间 那修丽可的2023 真可以说是完美收官 能过个好年了 从目前一统计的邓维商务来看 数量不多 且title也不算大 分量也没有特别高 但是 每一个邓维商业价值的体现 都远远高于他现在的卡位 要知道邓维目前还是个 只有400多万粉丝的小明星 目前 邓维带官宣的商务 还有KFC大使 我感觉邓维的商业价值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粉丝 路人粉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期待未来 他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于正之前的一句话 就让他八个月没戏拍 还真应了那句老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没杀死我的让我更强大 不知道于正后悔了不